他不只是一位超级英雄 更是人类对正义的诠释 也许正义会迟到 但他肯定会带着正义来临 这就是超人 超人是DC漫画旗下的超级英雄 首次登场于1938年6月动作漫画 创刊号由杰瑞·西格尔和乔舒斯特联合创造 超人出生于克星 原名卡尔·艾尔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超人故事的起源 克星是克星人的母星 由于自言耗尽 开采地和加速了爆炸进程 导致克星面临毁灭的边缘 克星上的科学家领袖乔艾尔 发出了这个警报之后 最高议会却认为他在蛊惑人星 与此同时军事领袖佐德发动正典 于是在克星面临毁灭之际 乔艾尔与妻子劳拉 将他们的幼子卡尔放在了一艘实验的火箭中 匆匆发向浩瀚的太空 并携带着克星的秘点 定航降落在地球 卡尔善良的父母 希望能够延续克星人最后的希望 克星在DC漫画宇宙中 是最发达的文明种族之一 克星人外表和人类一样 却拥有着先进科技与超能力 他们经由特殊的生理构造 吸取和存储太阳辐射能 以此产生超级力量 耐力 飞行等能力 但前提是 他们必须吸取黄色恒星 比如太阳的辐射能 才能拥有像超人那样的超能力 但是克星伴随的是一颗红色恒星 所以大多数人都没有成为超人 克星为了控制人口 更好的延续下一代 建造了一个创生密室 所有的克星人都出生于此 每个孩子都被预先赋予了某种社会的角色 卡尔善良的父母都相信克星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 那便是选择的因素和偶然性 卡尔是克星数百年来第一个自然分娩的孩子 卡尔的父母认为 卡尔是克星的孩子 同样也是地球的孩子 能够集结两个世界的精华 所以用生命都要保护这个梦想 希望卡尔能带给地球人希望 超人胸前的S标志就是代表着希望 在那个希望中包含坚信人性本善 随后克星爆炸成为碎片 飞船坠落在美国堪萨斯州的斯莫维尔的肯特农场 而他则为善良的农场主人肯特夫妇乔纳森·马莎 发现病收养 以克拉克·肯特的地球名字抚养长大 长大成人后 克拉克成为星球日报的一名记者 他有着与生俱来的超能力和极强的正义感 与同情心 每在危难时刻 便身着蓝色紧身衣 披上红色斗篷 化身超人 拯救世人 所以他不只是一位超级英雄 更是人类对正义的诠释 也许正义会迟到 但他肯定会带着正义来临 这 就是超人 事实上 他内心相当敏感 迁徙 极容易感到寂寞 孤单 为了隐藏身份而戴着眼镜 在星球日报做新闻记者 与同事路易斯莱恩相恋 后将真实身份告知路易斯 并且带他去过孤独堡垒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超人的能量来源是地球上黄色的泰雲 而克什抵消了黄色阳光对超人的作用 并且失去超能力 克星上的克什原本是无害的 在克星爆炸时受到辐射的影响发生了变异 才会对克星人造成影响 而且克星没有黄色太阳 在克星上克星人是没有超能力的 而没有超能力的克星人是不受克什影响的 还有啊漫画中绿克什可以让超人失去能力 完全失去力气 红克什可以让超人发疯 黑克什可以让超人人格分裂变坏 还有银色克什可以让超人变得对所有人不信任 蓝色克什可以对付比扎罗 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 比扎罗是克莱斯卢瑟利用超人的DNA和人类的DNA 相结合制造出来的克隆人 胸前的S字样是反过来的 并且他应有和超人相反的能力 当然无论DC或者是超人发展如何 超人都是我心中最喜欢的超级英雄 下面就给大家带来 我认为目前最棒的等比例 1比6可动人偶 正义联盟版Hot Toys超人 可以再给大家看 我认为 hello 我认为我期听到 6分钟 判设备 3分钟 4分钟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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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2分钟 3分钟 2分钟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个分享 今天给大家拆一箱HOTOIS正义联盟超人 开一开 下面是一个说明书 这款超人附送了三对手型 两个手型的替换件 雷射头雕的电池 软管支架 然后下面还有个掐子 软管支架两边还是有保护措施的 这个部分也是有一个海绵垫的一个保护措施 如果你长时间摆放的话 还是增加一些保护措施比较好 OK 这个是正义联盟的地台 写着Superman Superman 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 接下来看一看这颗雷射头雕的样子 这颗可以发光的雷射头雕 乍一瞅 以为是一个丧尸头 仔细看一看它头雕的纹理 包括眉角上的这些涂装纹理 我个人觉得这颗头雕刻画的涂装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口漂亮的牙齿 大家一定要注意口腔的维生 俗话说的好 病凑口入或从口出 营养都是从吃上来 病有很多也是从吃上进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口腔的维生 包括牙齿的清洁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很多时候一些不良的习惯都是引起重大疾病的病因 还要注意下你自己周围亲人的身体健康 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颗头雕怎么样 喜欢的打一 不喜欢的打二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头雕非常像丧尸的 像丧尸的打了一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觉得特别像丧尸的 好 接下来看一看超人的主体 哟 海绵都沾上了 这个海绵拿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 海绵都已经沾上去了 我这个超人呢 其实去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就已经到货了 已经放了有快将近一年了 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颗头雕做的怎么样 好的打个一 不好的打个二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颗头雕呢 咱不说上面这个刘海 背头后面这个刘海 是往左面还是往右面 如果按照这个电影来说呢 我个人感觉这个头雕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 但如果说跟官图 或者是以玩具本身这个性质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头雕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为什么要放大给大家看 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这颗头雕的细节 我跟大家说一下心里话 就是实物看起来的话会更加的立体 更加的好 对比一下这两个头雕 你们更喜欢左边呢 还有更喜欢右面呢 喜欢左面的打个一 喜欢右面的打个二 让我看看你们这两个头雕选择的话会喜欢哪一款 如果这两个头雕让我去选择的话 我肯定选右面这个头雕 左边这个头雕呢 我感觉也是有点太阴间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这个头雕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写着hot toys 这颗雷射头呢 后面也写了hot toys 好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一款人偶的可动性 这个颈也是放明确的 其实就是肌肉太发达了 然后这个整体美形度也是非常符合 这个魔鬼肌肉人的这种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达叔啊 首先看看它的平举 90度都整不上 手肘关节呢也是90度 然后看一看它往后 大臂上面有左右活动的关节 头部呢不用多说360度 都是ok的 接下来看一看它的腰部可动 前后 然后左右 都是可以的 然后接下来往下看 按一眼非常硬 整体人偶呢 它就是硬的素体 看看大腿部分的关节可动 往前 往后呢并不是很大 看看它的膝关节 ok 膝关节可动还是非常不错的 脚部分的旋转都是带有一点点可动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部分呢 会看起来会影响一些美观 这个斗篷啊 后面它是缝上去的 整体是一个银色的金属涂装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黑色的阴影 有一种金属光泽这种效果 然后能看出这个肌肉啊 非常的发达啊 就是因为这个战衣太薄了 然后后面这个关节啊 其实也能看出来这个位置 有的时候啊 真的就是你如果做的可能好的话 就会看出一些问题 凡事都有它的正反面 有好的一面 就会有不好的一面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 这是一个软胶的材质 Superman S标志 这个斗篷是一个丝绸的面料 可惜的一点呢 就是没有通丝 不能到造型 所以还好 我还是能接受的 还是能接受的 经过开箱把玩拍摄之后呢 我对这款HT的超人3.0 还是非常满意的 无论造型与还原度 都是我所期待的样子 虽然这款配件量非常的少 而且没有演员亨利卡维尔那么还原 但是一想到作为一款玩具 并且超人本身在电影中 就没有什么武器配件 一个靠双手打拼的男人 而且这次多附送了一个 红色雷射发光眼的头雕 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整个视频呢 均由我一人创作完成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风格 记得关注我 给这个视频点赞收藏 最好是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 大家可以多多评论 哦对了 沙漠梦魇蝙蝠侠和黑色超人大套版 我也预定了 到时候出货之后呢 给大家做视频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